其他東西是有影響的 這件事我不知道有沒有其他人提過 因為這件事理論是有的 例如世良也提過美國關於自己帝國的定位上 大家可以看之前 世良有很深入的分析 但我會稱呼為國際發展的一種 叫做責任自由主義 可能沒有人這麼說過 但其實那個綠銜是 你需要有一定的維持秩序的決心 才能推行國際之間的自由或民主的秩序 如果你沒有一個決心 背後沒有一個實力 甚至軍事力量作為後遜的時候 很多國際的合作 第一 你做不到 你是誰去仲裁 你是否遵守減牌的協議 是他不聽你說 你可以出到他的帳嗎 第二 現在地緣政治之間 有些出現了這麼離譜的獨裁者 對自己人民這麼殘暴的時候 你是否要有工具 無論是政策的工具 甚至是軍事的工具 是去介入 否則的話 你好像以前那樣 你只要對自己人民太差 你不要搞到我的話 那就算了 但現在不是 獨裁者為了要建構 確立自己獨裁模式的話 他是不斷地向外輸出的 你看看現在白俄羅斯最新的歷史 他首先在阿拉伯中東的地方消滅了難民 叫他們付錢 如果你們有優惠的計劃 難民的計劃 你可以移民來歐洲 移民來白俄羅斯 收了你舊錢 然後去到白俄羅斯之後 就被白俄羅斯軍隊全部一車車去波蘭的邊境 然後波蘭的邊境不只是波蘭 那是歐盟的邊境 因為白俄羅斯沒有加入歐盟 白俄和波蘭之間的邊境就是歐盟的邊境 現在變相運這些 竟然是首先收了錢 賺了一筆 賺了中東難民的錢 然後再將中東難民化為炮灰或馬前出 推去歐盟 推去波蘭 結果波蘭就覺得這是軍事侵略 直接介入你 然後找軍隊去鎮壓這些越境的難民 這樣就變成有新一輪的人道災難 這件事在某程度上是一種半軍事的侵略狀態 你想想 如果再用在某個之後一百年要強起來 這些不是我們平時的開玩笑 是全部寫在中共中央新聞發佈的公佈裡面 他真的說要窮起來 不是窮起來 是真的要強起來 他真的要強起來 真的要民族復興 真的要中國夢 你發了這樣的夢的時候 你不單止要自己發夢 你還要告訴別人 你敢醫藥行的嘛 如果你發了但是你不回家 你敢還鄉的時候 你一定要告訴全世界 我是有多麼強大的嘛 所以一定是會用各種的方法 去嘗試利用你民主的機制 利用你自由的空間 去搞你 一定的 沒辦法的 這個叫做無間斜 無間斷間斜 精神失常症 這樣就是會周而復始地發生的 因為它是一個沒辦法自己清理 體內病毒的一個體制 它自己的免疫系統也都被自己摧毀了 所以它一定是到差不多 那些偉大的領導人就開始發瘋了 現在習近平六中全會之後就發瘋了 鎖國 你究竟要拉他入國際社會 還是鼓勵他繼續鎖國 鼓勵他繼續做清一色 繼續清零 清零是很愚蠢的一套政策 但是他已經走進去了 他很難走出來 好了他跟美國開拖 已經走進去兩年了 也都很難走出來 去香港問題裡面 將香港全面改造成深圳 也都走進去了 所以我就說你究竟半途怎麼改變它 是沒有可能的 你半途改變它 你自己是助就為人 這個所謂的圍堵 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是圍著它 等它直接倒下來 不只是圍 是圍到它倒下為止 所以我說這個是一個關鍵的時刻 也都大家不只是六中全會之後吃花生 因為這個中美關係是直接引起香港 我覺得 現在沒有任何的香港內部元素 是可以阻止了中共 在香港這種作為的 只有西方世界的力量 因為它根本上它現在最關心的東西 它現在是缺糧缺電 剛剛已經是和智利最大的同抗國營同抗集團 那個交易已經開了 因為同抗價格全球急升 中國原來是要進口銅的 是全面急升 就是說國際商品在武漢肺炎之後的經濟後遺症 現在出來了 它不單止國內缺電 在香港的工業生產問題 你看那個工業生產指數 你不是看它的消費 看它的工業生產指數 然後你看到它那個 整個政權的意識形態的進一步收緊 包括在香港 它越是一個很fragile的政權 它越是要這樣做 你現在給不給這條生命的 這個就是我覺得 當然我沒有一口咬定 美國是會接受這個峰會的要求 我覺得 究竟在視像峰會之後下一步會是怎樣呢 會不會在中立地區舉行呢 在東奧之後 在瑞士舉行等等 或者布林肯再和楊潔篪見一次摸底 可能會 但我就說 如果你是去圍堵它的關頭 去到關鍵時刻的時候你一鬆 就是很簡單 我豬死下家 豬到它 最後叫鼓的時候 我怎麼會鬆張呢 是不會的 一定是像影響機一樣的 你打什麼 我打什麼 我拆到破壞了 我副牌破壞了 我都要豬死你 這個就是你看 你的鋪牌贏輸 還是你整個麻將 那四圈裡面贏輸的問題 如果你只是看那個鋪牌的話 哎呀 哪有機會吃烏 我搏一搏 你一搏那隻牌就輸了 其實是 但是如果你說在看四圈的話 我就圍堵你到底 這個你不看 你看日本已經知道了 日本表面上也是 那張嘴是點點點 岸田文雄 實際上更加強硬 很快的供應鏈轉移 這些全部會出現 大家那張嘴是不說的 其實是 所以我們 沒有辦法都是那句 拭目以待 其實 但是我覺得這個也是 很牽涉到美國 朝野裡面 特別是在民主黨 開始轉弱勢 我覺得 首先他從來 就算他執政都不是強勢 他都是很稀微的票數 打敗這個Donald Trump 如果在中期選舉裡面再輸的話 我就擔心美國究竟 會對於這個對華政策 還有幾大的話時期 如果失去這個國會的控制權之後 所以節目結束之前 有聽眾問 我們是不是講梅艷芳這部電影 本來我寫了 就放在M Plus那裡說的 梅艷芳這部電影 出來也是太遲 其實它是一個香港時代的代表 我鼓勵大家看這部電影 原因不是說 很多人說因為他生了民運那一段 或者又不提梅媽和梅啟明 這些家人對他的影響 當然是一個傳記人物 大家都明白有一個選取 但是我覺得重要的就是 你看到那時候香港 培養梅艷芳這種的藝人 那個氛圍是什麼 沒有人說娛樂圈 當然是娛樂人物 你看到他的造型百變 就是古天樂飾演的角色 劉沛基的角色 然後怎樣幫他想造型等等 其實那個就是自由的代表 我覺得 我覺得是 如果能夠說他作為一個藝人 在政治的參與 當然我覺得很完整 其實 但是沒有了的話 我覺得是否損害了一套電影的 大家去想呢 除了那種本土情懷之外 我覺得也可以令到很多香港人 不是那麼政治的香港人 可以想回 但是實際上我們一個這麼小的城市 為什麼可以 就是孕育到這種的 pop queen 一種流行文化的 一種這樣的地位的人 一個國際級的流行文化的 一個女歌星 其實 梅艷芳在電影裡面的參與 很多人都忽視 其實 比如他是燕之寇 或者很多他做笑片 或者是跟周星馳的審死官等等 其實他做笑片都很有趣的 我覺得 就是他那種喜劇感 就是一個很全面的人 其實 但是也是 緬懷一個香港 曾經 光輝的時代 除了懷舊之外 大家可能就要想一下 就是我們 未來其實 失去了的是什麼呢 這段時間 除了M Plus 也是出生的時間太遲之外 是不是一個這麼好的建築 這麼大的投資 在一個國安時代裡面出生 面向世界推廣香港文化 推廣中國的現代藝術 是不是有些事不與我的感覺呢 好彩梅艷芳 你不知道好彩還是不好彩 當然 40歲已經離開了我們 所以很多人 今時今日都會說 就是 家驅也好 張國榮也好 梅艷芳也好 他們早離開 是不是陷事呢 看到一些藝人 一個一個 那些 就是歐斯福 你看到譚詠麟那些 男不男女不女 已經是一個大媽 這個樣子 還要繼續在那裡 奶共搵食 其實很稀開 但是 他們早離開 也都成就了他們的 就是這樣 就是不許人間見白頭 我們經常說我們年輕的時候 這個 年輕偶像 James Dean 就是 Only the good dying young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 英年早逝的什麼呢 就是他們的傳奇 才能夠成就他們 the final chapter the final chapter of他們的傳奇 而不會是 就是好像 煙枝購裏面的余花 當他再見到十二少的時候 十二少是 阿尿都沒有力 扶著牆在那裡 阿尿都沒有力 阿尿都沒有力 那時候 我想他看到這個情景 九斜偷生的十二少 最終看完之後 余花終於覺得 要放下 那個感情 其實我覺得是 很能看到 今天香港的情況 大家有機會 可以看一下這套電影 我覺得 因為胡彥芳這套戲 很明顯就是 因為前年 美國在美國 美國奧斯亞卡的 金像獎的男主角 就回了給 那套戲 就是扮演英國傳奇樂隊Queen 那個主音 我覺得 梅艷芳整個概念 其實都是想抄過那套戲的 因為 重現80年代 那種藝人 那種不知為什麼 全球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那個藝人背後 都是很有故事性的 他的法績 或者他那個生活也好 他自己個人的私生活 這樣 如果你看譚詠麟的話 當然 我們每一次 他回到那個年代 每一次 無論是張國榮 到梅姐 一去的時候 大家經常看新聞 說要儲定譚詠麟的點 就想下一個到他 怎知道還未到他 到現在 看到他 大家打爛他的點 他的點 都還未升值 因為 但譚詠麟 其實他有很多紀錄 他就是唯一一個 是不是唯一一個 總之一定是第一個 香港的歌手在日本 紅白 唱歌 然後 是不是第一個 香港人落金馬獎 在台灣 那套還好笑 他拿獎那套戲 是一個很可惜的 其實 也是一個偉大的城市 你可以這樣看 一個偉大的城市 一定是經歷這些磨爛的 一些偉大的人物 偉大的藝術品 創作也好 流行文化也好 都是有一個偉大的時代背景在這裏 梅艷芳是和華叔一起來美加籌款的 其實那時候 就是民主歌聲宴中華之後 其實鄧麗君也是 很多年 鄧麗君當年 要回大陸演唱會 發個豬頭 其實鄧麗君也不回去 所以我們不是說 純粹是懷念一個 時代 就是那個人 走了 而是那個時代的精神 以及那些人的價值觀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當然你說拍到那一部分出來是好的 但是大家知道今時今日政治環境 他要上映 拍了他也要剪走了 如果是的話 但是明白的 我覺得不是說極端到 如果這樣就不值得去看了 問題就是 等於你問我 沒有了艾未未舉宗旨 是不是不要去N Plus去看呢 我覺得也不是 因為我們放了這麼多心血下去 是做出一個世界級的博物館 是不是 那個是我們的東西 只不過是那些政棍 那些大陸不學無術的那些黨棍 在那裡去殘害香港而已 為什麼你殘害我 我就要連那樣東西都打死了 除非你助就違約 就是你剪出 如果你真的剪出 這個習近平的脈保 那大家就慘了 不要去了 是不是 你說會不會有這樣的一 不知道 是不是 當共產黨連大學校長都拔起了 插了那些人下來的時候 那究竟博物館也好 圖書館也好 是不是 大把新香港人排隊上位了 因為已經沒有了制衡了 所以我說香港 其實已經是糾然殘喘了 但是在裡面 你沒有辦法 不去一個正常的生活的時候 就在一個這樣的環境裡面 去找尋一些 會令到自己開心一點的東西 中國當代藝術有很多 我自己也很喜歡的 很多人 很多畫家 在中國的星星畫會之後 出來的畫家 其實很多是去到國際層面的 中國當代藝術的最重要的精神 就是當時走出文革之後 對於共產黨那種的批判 如果M+,仍然可以糾然殘喘下去 是能夠 那一張不行 但是它能夠展出其他的作品的時候 我覺得它仍然是有那個價值 只不過失去了 很可惜 我們投資了那麼多錢 就是給一班這樣的 不學無術的 這些文革和衛兵玩殘 當年因為有英國人 有英軍在那裡 所以1967年玩不殘 但是2019年就被他們玩殘 不過是歷史的 梅艷芳 梅艷芳也可以用這個角度去看 我講一部電影 我看了一些傳播 它有些making of 它說了如何透過資料搜集 然後再用大量的CG 去重現了 例如80年代的香港 尖東的海旁 或者銅鑼灣的利寶台 大家想想 如果80年代的場景的繁華 也都配對著80年代的娛樂圈 香港是怎樣在亞太地區一枝獨秀 你想想現在 魷魚遊戲 韓劇的風潮 韓國電影的奧斯卡 80年代韓國電影是什麼 韓國影視事業 或者台灣甚至大陸 香港或者會抄日本 但是你在說香港的娛樂事業 或者香港的電影 為什麼那個時代 在亞太地區一枝獨秀呢 因為南韓、台灣、大陸 都是專制的地方沒有自由 影視娛樂的事業 大家就看到哪個環境 正常是一個自由的社會 才有自由的創作 才有自由的心靈 才有自由的市場 裡面有那種質素的觀眾去欣賞這件事 如果一個獨裁的環境 只會圈養出一幫奴才 這幫奴才教育出來的人 也是一種奴隸的哲學 這些奴隸哲學就會覺得 這些年代藝術的東西我不明白的 這種很反智的言論 70年代在香港是很流行的 因為經濟還沒起飛 我們做不到這些國際級的事情 但是80年代、90年代 香港人開始有自信心了 梅艷芳就是一個很明顯的 一個在黎苑唱歌舞團出身的女孩 很小時候已經是讀書 沒有讀書的 已經是唱歌舞團出身的 媽媽是搞歌舞團的 她出身是很草根的 但是她能夠一直走向國際 是有很多中間的人去集中這個力量 把梅艷芳推上去 其實裡面有電影有介紹 劉培基或者音樂監製這些 但是我覺得也是一個 怎麼說呢 是一個香港的一個時代的命運 因為其他國家都是戒嚴體制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個自由的土壤 英國人沒有民主 但是他們給了我們自由 於是我們利用那種自由的土壤 不會想那麼多 但是國產年07 他不會想給100元打把 會不會死 不可以播放的 那套戲會有影響的 不會的 不然那場笑位就不會存在 那個是經典的 香港已經沒有了笑片 你應該要留意一下 為什麼 因為香港人的自由心靈已經受到約束 笑片是你沒有大沒有小 真的敢於嘲弄這個權威 現在 喂大哥 我也說了 警察死了 我不覺得這個警察值得悼念 有什麼問題 其實是 是不是 已經說到要去上門抓人 已經控以重罪了 跟著所謂的煽動仇恨中央人民政府 特區政府 一堆的帽子扣下來的時候 是不准保釋的 是無限期拘留的 這個就是現實的情況 你何來再有這種自由心靈 自由創作 作為世界的文化都會 M Plus 志氣相當大 希望香港成為 除了國際金融中心之外 永遠是國際文化中心 因為金融中心一定是文化中心 紐約 倫敦 如是 但是作為一個國際文化中心 你一定要有一個足夠的胸襟 中國大陸的共產黨 是容納到香港自己 有一種自由的靈魂 是不順眼的了 是督眼督鼻的了 維園 燭光 晚會 但是你不可以剷走它的 因為這樣的話 你M Plus 起得多好 你和廣東 這個珠江的廣州省 廣州博物館一樣 廣州博物館起得很漂亮的 一樣 是啊 其實就是這樣了 已經是 所以 好了 今集時間差不多 兩個多小時了 香港時間都晚了 其實我們這裏 7點多了 其實都是因為 現在我就要早了起來 因為那個東靈時間 就較早了一個小時 那也都 監製 Richard 現在還在這裏 他在我身邊 現在 是啊 這個跟我一樣 這麼早的時間起來 所以大家看到 為什麼我們的直播 沒有出現 阻滯啊 不會厲害啊 不會成的呢 因為那個監製 Stream出去的時候 其實是在用我 同一個 這個光纖網絡出去的 所以就反而 信息就相當穩定的 那所以呢 如果大家要這個 我們的節目 不要疾的話 就大家寫這個 這個 爭取啊 這個Camping 要求監製李察 留在溫哥華 和這個 要求 槍槍 回來的 你的故鄉溫哥華 那就行了 那槍槍就坐在我對面 監製坐在這邊 這樣的話 就直播十個小時 都不會斷線了 這個就是這個 大家回來的 這個面對面 做節目的好處 這樣 那我終於想到這個 這個 輸到的這個 如果 馮檢基 大選 槍槍贏的 我就送這個 單程機票 給槍槍 送過程 在溫哥華 任你選 坐AC也可以 Air Canada也可以 坐CX也可以 任你選 單程機票 不要來回了 單程機票 溫哥華 再加這個 麗都茶餐廳的菠蘿油 和熱奶茶 就是這麼多 這個就是 我的盆口 很快就開估了 12月多少日 19日還是29日 我不知道 12月19日 我想很多香港人都不知道 還有一個多月的 很長時間 都要在街上捱 看到那些大媽民建聯 開街站 但是 嗯 那好吧 節目就到此為止 是的 或者我受這個抗亞利啟發 可能我都 是 傳一些照片給阿細良 都開一個 Curious的頻道 就是我在加拿大 生活的時候 那些照片可以傳給阿細良 就是以前在 因為你在UBC 可以啊 你傳給我 很多人很興趣 看看你在UBC的時候 究竟是一個 青檸白正的這個 小鮮肉 還是很多外籍女朋友的 這個猛男呢 這樣 UBC那個時候 因為我經常躲在 遠東圖書館那裡睡覺 現在我不知道 防疫那個 有什麼措施 但是其實 就是 限制人等都可以走進去 除了UBC那個 原本圖書館之外 那麼 東亞圖書館 或者遠東圖書館 走進去 它外面是有一些 日式的庭園 然後走進去 那時候 因為剛剛開始興起這個 就是內地的那些 公鬥劇 那樣 所以我真的走去 去那裡找回 他們的館廠都很豐富 找回 都很齊齊的 那些名稱的那些 咒接 那些原本 都是在那裡找得到 那時候在那裡刨這些 然後就睡覺 UBC就是 北美洲亞洲研究的重鎮大學 就是溫哥華這所大學 大家不要小看 研究中國史 我沒有記錯一個名史的專家 這個 Timothy Brook 應該是來自這個UBC 不是差事來的 真的 是出名的 UBC 亞洲研究 特別是中國歷史的研究 那很多課程可以選擇的 大家有機會 現在 我剛才看到的新聞 也想最後講講 就是在加拿大和美國 一班外籍的攝影師 眾籌 去發起一個 給香港年輕人的獎學金 來北美洲讀書的 這個獎學金眾籌的目標 是一百萬美金 因為當時他們在香港 去採訪的時候 那個法理人是說的 那些年輕人給他們吃 給他們喝水 還有幫他們洗催淚水 種了之後 他一直都記住 也很關心這班小孩 將來的去向 所以就準備成立一個獎學金 所以我就鼓勵大家 如果在香港看不到出路的年輕人 用這幾年時間去讀書 我覺得 裝備好自己 學好英文外語 對國際社會 國際世界多些接觸 你不知道將來 究竟可以做到什麼 其實我告訴大家 如果街頭的政治抗爭 已經去到一個重手鎮壓 好像剛才張昌講 連美國隊長第二代美國隊長 叫他口號都這麼重判的話 實際上已經是一個極權政府 是一個極權政府 也不會再回復一個正常的香港 與其在這裏 憂懷喪志 那有什麼可以做呢 我覺得 很多你看到歷史裏面的偉人 都是一樣的 孫中山都是一樣的 那麼多次搞不定成功 失敗的時候他怎樣 他就不為了攬女 當然孫中山很多女朋友 全世界都 其實他去了籌期的 周遊列國去演講 所以我覺得是 大家記住 國際社會對香港人 其實很多 沒有改變到的 很多看法 對香港人的印象 香港人整體的形象 在國際社會仍然是相當正面的 我覺得 大家把握機會 如果是可以來加拿大讀書 因為加拿大讀書之後可以申請居留 也都可以申請居留 所以就是希望 也有很多朋友 現在開始陸陸陸陸陸陸 回流回來加拿大的友 最近落腳溫哥華的朋友也有 因為我們上次網聚 也有些剛剛 新近幾個月才回來的香港朋友 即是移民過來的香港朋友 我們會做多些這些聚會 就是希望大家來到之後 可以 志同道合的人可以走在一起 這個是保持著溫度 所以我們這個星期日 我們就再有一次的 這個 城寨人Patreon和Curious的會員 的聚會 就是看兩張畫 從清明尚學套 奧地利遠藏的明代畫本 就是仇鷹畫的 就是畫春宮圖 中國第一春宮畫手 仇鷹就畫了一張清明尚學套 另外一張就是宋代的版本 兩張版本相隔 我想200年以上 究竟是時代進步了還是退步了 原來你發覺宋代那張 殘殘舊舊的那張 反而比起有顏色很嚴厲的那張明代 無論是細節 畫工 裡面的趣味 看到的生活 是遠遠高於明代的 所以歷史不一定進步的 歷史可以是退步的 我們就用一種CSI的精神 我會準備了一些放大鏡 如果家裡有放大鏡 報名的 你自己帶過來也可以 怕不夠用 我們逐個版本去對比 這一段是這樣的 去到明朝變成怎樣呢 就好像把兩個朝代拍的紀錄片 其實清明尚學套是一個影片 一張紀錄片去對比 究竟200年之後中國變成怎樣 這個歷史上是很少見的 這樣的畫 長卷族的畫 可以這樣對比去分析 兩個時代的變化 我就想把一個歷史研究的 有趣的角度帶給大家 不是全部都是記住地名 人名 悶到死 除阳帝速亡的原因 這些讀到腦袋實在 你在UBC讀中國史是很有興趣的 別人教中國史不是這樣的方法 是很有趣味性的 教明代的歷史 就是講一些物質 當時明朝有些什麼物質的東西 所以還有兩個位置 就完了 這個星期日 大家如果聽了節目之後 你是城寨人 或者是Patreon的會員 你就可以報名 這次因為我們希望報了名的人 都可以出席 所以我們收10元的報名費 10元加帝的報名費 記住了 最後一段時間 就是這個星期日7點至9點 在東區 分哥華東區舉行 如果大家報了名的話 我們就會通知大家的地點 到時就 準時出席就可以了 也希望大家 加入這個Curious的平台 我們將會有更多的活動 在那裏給Curious的會員參加 除了清明上學圖 我們也有火七 火七在香港舉行一次 我就離開了 本來就是一路平常舉行 另外就是有黑膠唱片的欣賞會 因為我已經添置了這個黑膠唱盤 在這裏 為了將城寨友樂搬來溫哥華 就可以將我在香港運過來珍藏的黑膠唱片 播給大家聽 所以我希望 馮檢機系選不到 我就可以和阿窗窗一起主持這個城寨友樂 今集時間差不多 多謝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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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各位又到巴閉廣東話 和大家見面了 今天就講一個很絕屈 抵死的廣東用語 大家都認識的了 就叫做咸濕 我們說人好色淫蝕 就為之咸濕 聽這兩個字 聽起來很入形入格 因為咸咸濕濕 就好像和色情的狀態有關 但為何會為之咸濕呢 其中一個說法 就是咸濕就是形容男性 這個從字緣那裏可以找到 就不是指泛指一般好色 因為好色就是男女也可以 那是不是男人去的地方 那些色情場所 才為之咸濕呢 譬如我們說 男人叫咸濕老 老爺75歲的叫咸濕白虎 但女人好色又怎樣呢 我們叫咸濕 這個字是源於鴉片戰爭之後 在上海出現的一種色情場所 叫做Hem Shop 就是用大腿CANCAN帽 作為招來 那些鬼佬看到 就叫做火腿袍 Hem Shop 那廣東人就相當多去上海經商 聽到那些鬼佬在這裏說 Hem Shop 就說咸濕咸濕 即是說 裏面有這個有東西看 有料到的色情場所 所以這個字一出來的時候 其實到現在都是說男人 就為之咸濕白虎 這位就是75歲 性侵這個網球女運動員彭帥 最終變成援交的 中國第一咸濕白虎 張高麗 他就比這個彭帥 是年紀大 40歲 別說老爸 爺都做得了 真是噁心 這個彭帥 大家也看到 他在這個網球賽裏面 大家的頸掛著 EZ字 這個EZ 就是張高麗的姓張 他就說 是有特別含義的 所以就不是純粹性侵的 由性侵之後 也是變成一種援交 援助交際的關係 所以我們看到這些情況 我們就不會說 是色情女的 是沒有這個說法的 在這個廣東話裏面 另外一個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低下階層去喬雞 身身水身汗 有鹹味 又有汗水 於是妓女就說這些 好色之徒 這麼心急 就為之鹹濕老了 大家看到這段短片 就是星期六 即是香港時間的星期日 跟朋友和康亞里 去Langroover Island 吃生蠔 吃青口 還有去看自然風景 八百年的古樹 大瀑布 去到這個Campbell River 這個Megavere的湖裏面 那康亞里就急不及待 跑去游泳 那當時我們想想 喂 只有三度的天氣 那會不會冷那些呢 原來對康亞里來說 可能就已經是太開心了 那大家看到她 就是擔木頭 走上來的樣子 而且她一路游 一路會幫自己打氣 發出這個咕咕聲 然後就上水之後 那我們呢 今天有這個倫敦飛過來的監製李察 就幫我們做這個 這個 抗亞里的浴室 藍工 就負責供水給她洗澡 那大家看下去 就看到究竟 在這個Campbell River 在這個郊外 究竟怎樣可以幫抗亞里 游泳水之後 提供這個 五星級的 洗澡服務呢 大家不要走開 在這邊 藤堂這個城寨監製 變了浴室 供水的阿叔 供水 這個專打五毫的 變了渣花灑 服事大小姐 車廂就變了抗亞里的浴室 好爽 好爽 好了沒有了 用光了 爽 好爽 這麼大煙 好爽 沒了沒了 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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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服 嘩 還拿風筒 哪裏有電啊 阿蘇 車子有啊 你不說 嘩 大哥 真是重要的風筒 你不要下車啊 還要拿毛巾幫他遮住 不要讓人看到 你不要下車啊 Piracy 放回去那邊啊 是啊 放回去 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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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b sources 刊死 刊死 好 有 有 Problem 喊